題目說呢 甲一餅三個人 核是一個西瓜 然後呢 甲吃的三分之一 乙吃剩下的七分之四 餅再把剩下的全部吃完 請問你哪個吃最多 好 這題目也是一樣 輕打十顆心 這幾個題目是比較難 比較重要的那個音樂問題喔 已經告訴你會考的 拜託你認真聽 好不好 來 我們開始看喔 來 我們現在甲的部分 請問你甲吃多少 甲吃應該是最簡單的嘛 對不對 甲吃多少 甲吃吃三分之一嘛 這個就簡單 乙咧 開始比較難囉 請問你 乙吃多少 來 看這裡 看這裡 乙並不是吃七分之四喔 他講這句話 他說 乙吃剩下的七分之四 請問你 甲先吃嘛 對不對 甲吃三分之一那還吃多少 還剩多少 還剩下的一解掉三分之一對不對 剩三分之二嘛 然後呢 三分之二的七分之四 才是要吃下來的 聽得懂嗎 需要吃多少 等於多少 來 等於三分之二乘以七分之四 所以才多少 答案等於 二十一分之八 就是 乙吃的對不對 那餅吃多少 餅 餅吃吧 全部吃完對不對 怎麼算 餅很簡單 就是一 全部之一對不對 解掉甲吃的三分之一 解掉餅吃 乙吃的二十一分之八 算出來就是你的答案 會啦齁 好 所以吃多少 我們看一下 等於 來 三更二十一的公費數多少 就是二十一吧 所以等於二十一分之二十一 減掉二十一分之七 減掉二十一分之八 來 我們看一下齁 為什麼這裡寫二十一分之二十一 因為這裡寫是一 對不對 這裡 載乘以七按は二十一分之七 會啦齁 好 所以 鄉頂幾乎什麼 鄉頂幾乎 crochets 我等於二十一分之八 六 好 所以看一下齁 這裡是二十一分之六 這也是二十一分之八 這裡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相當於二十一分之七 二十一分之七 對不對 來 一個是二十一分之七 一個是二十一分之八 一個是二十一分之六 哪一個吃的比較多 一 隨便是以吃的多 這樣會嗎 好就是第一小题 再来看第二小题 题目说呢 假把所有的钱的五分之一买英文 四分之一买数学 还剩下220 请问你假原有多少钱 这个题目就比第一小题要简单多了 为什么 你就假设全部多少钱 一块钱 然后扣掉第一次买多少钱 英文的买了五分之一元 再扣掉那个数学呢 再扣掉四分之一 所以请问你 你还剩多少 来 也是一样找五跟四公倍数 二十所以相当于二十分之二十 减掉二十分之四 减掉二十分之五 最单等于二十分之十一 好 来看这边看这边 二十分之十一 是要请你想来看一件事情 请问你 二十分之十一的二十跟十一 代表什么意思 对二十指的是全部 十一呢是什么 剩下来的对不对 不是用区 是剩下来的对不对 所以请问你 这里的两百二指的是二十还是十一 十一 十一 所以你要把二十 二百二十怎么办 二百二十去除以十一 为什么 因为你要先知道一等份是多少 所以一等份多少 一等份就是 二十 请问你全部几等份 二十等份 所以答案就 二十乘二十 答案多少 四百 四百 所以答案是 一二多少钱 答案就是四百元 好 这是你答案 好 把血量去